整排机车玩如打保龄球般 瞬间全倒 有的直接喷飞人行道 也有机车撞道堆叠在一起 甚至被拖行道对接 只见肇事的大货车一路杀不住 直到过弯处才停了下来 摩托车是飞上来 然后整个撞 整排像骨牌这样撞过去 整条路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它车子都在我的后面 店家花盆摆设都被撞烂 目警老板娘还一边寻有余悸 当时走在人行道上 险些受到搏击 放眼望去 机车东东西外 零件四散 整排机车无一幸免 很夸张 发现说这车子 整个被撞到外面这样子 有的车基本上就是 可能要报废了 我就听到嘀嘀嘀嘀嘀 动一声很大声 跑出来看就毁了 车也要毁了啊 事发就在台北市的邻居 当选货车驾驶 行经天母国小旁 准备过弯时 疑似刹车失灵 一路撞上路边35辆机车 三部自行车 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而惊险车祸同样发生 在新北区卢州区 货柜阴影车一路执行 下一秒直见整辆车 卡在高架下 陷高杆整个掉落 还险些杂重一旁路过起序 很大声 看到那大货车在那里 然后就掉下来 之前有跑过来 是没有装足驾驶 不可以过 差一点点这样 当属货柜驾驶 准备前往泰山区送货 疑似没有注意陷高 将陷高杆撞到 陷高杆当闯 横切卡在车头 索性驾驶没有受伤 但货归车直闯限高路段 驾驶违规行为 后续不止得 挨罚900到1800元 也得付起限高杆 损坏赔偿 接下来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